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修修 喜欢修修的请点赞、收藏、分享、加关注 今天为大家带来北斗神拳经典战役第一战 剑齿狼对西恩 北斗神拳是武伦尊和袁哲夫于1984年创作的漫画 堪称格斗类漫画的鼻祖 讲述了世界于1995年战争爆发 地球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人类为了争夺食物和淡水 又开始了弱肉强食 世界再度被暴力支配 诶,这个设定跟游戏重装机兵非常详细 剑齿狼是一脉相传的千年暗杀权 北斗神拳的唯一继承人 这个名号有个吓人吧 修修为大家准备的十大经典战役第一战 是与秦迪南斗六胜之一的先 先来说一下两个人的恩怨 在剑齿狼刚刚继承北斗神拳名号时 CM到来不仅用功夫秒杀了剑齿狼 还夺走了剑齿狼的微风机 有俩 在剑齿狼胸口留下了类似北斗七星的七个八痕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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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嚣张的西恩开始了自己的打击 我在送你去世地狱吧 你一辈子都无法看穿我的拳 排山脑海的南斗乌鸠拳就打向了剑 啪 结果一下就被剑抓住了手腕 这脸被打了 哎 你还真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之后冲则剑脸去的一招 变相砍向了剑的胸口 剑翅郎挂柴了 挂柴之后反倒说 已经看穿了西恩的全力 喂 你要是看穿了你还不赌啊 你俩说话能不能谦虚一点 果然之后的一个招面 没察觉的西恩已经被打碎了护肩 按道理来说 这个仇应该不至于手下留情 但散发着大爱光环的剑翅郎说 放心 我避过了你的穴道 不过这招比打中了穴道更羞辱吧 西恩突然笑 西恩下一招更绝 他直接用手刀戳入了优利亚的胸口 剑翅郎傻了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太自信了 你刚刚明明又能轻松打败他 为什么要手下留情呢 但是剑翅郎这回是真怒了 他的肌肉撑破了衣服 瞬间 西恩的手刀倚到面前 剑翅郎直接用手掌去打 手掌被穿透 原来这招是故意为之 他顺势抓住了西恩的手 直接一拳打去 西恩同样用手挡 而得到的是手掌破裂 而且拳直接打向了西恩的胸口 西恩被打倒了 无法反抗 被剑翅郎预言一分钟之后死 可没想到的是 优利亚却是个假人 西恩又笑了 哈哈哈哈 剑翅郎你个大瞎子 我们的对决还没有结束 但优利亚已经不在了 原来优利亚讨厌西恩的暴行 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然后面我们知道 优利亚并没有死 那是后话 叙述的时候 西恩这样的大魔头 居然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为优利亚尽造的这难实际心情 最后变成了她的坟墓 行物的西恩说 财富 名声 权力 我把这一切都藏在了大海里 于是 所有人趋势若物奔向大海 大海贼时代来瘾 呃 说串了 西恩说 财富 名声 权力 都是如此空虚 我想要的只有一个 就是优利亚 剑翅郎 我不是死在你拳下的 说完 他众生一跃 跳了下去 而剑翅郎为了他 挖了坟墓 为什么这个大恶人要如此优待呢 剑翅郎回答说 因为我们是爱上同一个女人的男人 这 你 你是爱上西恩了吧 好不爱的男子吧 好了 这就是剑翅郎与西恩的战斗 喜欢的话请关注修修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